那時候她都不在身邊 然後到我要就是生小孩 要推進去的那一刻 要被抓去宰的那一刻 我還回頭問她說 妳是在內地有女朋友嗎 妳在進產房那一刻 對 因為她進產房 前一天她才回來 心眼也下臉 那是妳心裡最深層的壓力吧 對 就因為其實那時候 就一直都沒有溝通 然後可能有時候 就是工作 她的工作時間也不固定 然後常常又一個人去上通告 一個人泡麵又吃一餐 就是都是很隨便的 所以覺得心理上其實是過不去 但是又覺得說 她在內地也很辛苦 不要說為了我們家 對 可是後來我們 我到生完小孩後 第三天我就大鬧醫院 我整個就發瘋 受不了 拿剪刀在那邊揮 手術刀 都掉皮疙瘋過來了 你怎麼支持我 不要哭耶 副理長呢 再看一張 打一張就好了 就連媽媽媽都很穩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也是在那一天 就是跟她提說 不然小孩長大 我們就離婚這樣 對 妳在犯 就是在那個醫院 就很憂鬱啦 對 很嚴重 產田就有 產生完以後更嚴重 然後後來我們兩個就相擁 他就躺著我的就是病床 然後我們兩個就講了一個晚上 他就說就是承認說 他可能這段時間對我疏忽 可是他也覺得說 我對他也疏忽了 有了孩子以後不愛他 所以我就想說 原來我有兩個兒子 就是是不是心理上要覺得 好像也不能冷落他 對... 也不能對他太鬆 也不能對他太緊 就是... 對 所以後來我們兩個就一直檢討 我們一直講了一個晚上 到兩個都在哭 講到我們兩個就睡著 然後早上護士進來說 怎麼回事 有沙發不睡 你們兩個要睡著一起 趕快扮嚕吧 沒有 不是... 不是... 你管我幾乎都一樣 才剛生完那幾乎都乎 都乎了 沒辦法 我那時候還有尿管好嗎 滿有畫面的 不會那一路 對... 對 老師說說為什麼會 我覺得像產後憂鬱症 要提供給大家 他們最需要就是支持的力量 對啦 所以有些時候孤單無助 又覺得婚姻沒有用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好好的溝通一下 就可以挽回所有不好的心情了 產後憂鬱 到後面沒弄好會走上絕路了 對 所以我會提醒大家 那時候給他支持最重要 不要覺得他無理取鬧 或者是說他怎麼會變這樣子 因為有些時候 他的情緒很大量的時候 就多給他一點安慰 對 或是他說什麼都說 對 你不舒服 就聽就好了 然後多陪伴 我覺得很重要 我覺得還好 你老公那時候 有做一件好重要的事 陪你好好的 把所有心事都講出來 還好有那個晚上 對 還好有那個晚上 我覺得我有吵 因為如果沒有吵的話 你如果壓抑了就對了 對 所以我覺得 吵架其實也是一種溝通 對 才能知道說你到底點在哪裡 他不講我也不知道說 原來他也覺得我冷落他 我覺得我是不要吵你 可是你是覺得我冷落你 就解讀就是不同的 對 所以要吵架 所以應該說 夫妻還在吵架的時候 就代表還在一起 對 真的 如果都沒有吵架的時候 就不在旁邊了 珍惜有伴草的聲音 真的 這是很重要的 好感動 珍惜有伴草的聲音 對啊 不然只能跟骨灰談談 真的 不答應 真的不答應 真的不答應 對啊 我說得沒說 我們說不答應 你要珍惜的是那一刻 我們要引射誰 我說人在的時候 對